前段时间我们说了北京有个人划船上班 在上海现在也有了 上海也有一个人划个船上班 历时一个小时行程是六公里 网上好多人都说他好酷 确实划上一个小时的船 这个运动量也是蛮大的 所以很多人关心的是他上岸以后 要不要洗个澡再进公司 其实这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这个划船上班这个创意 在之前其实去年的时候还处于疫情 稍微松一点的时候 有人在苏州河里面划船 那就被警察给叫上来了 所以这个划船上班这件事情靠谱不靠谱 这也取决于你在哪个河道里面划 所以有必要像这个机动车一样开辟 或者说电瓶车给电瓶车开辟一个 非机动车道 用手滑这个皮划艇的车道 因为我们在这个户外用品商店里面看 这个皮划艇并不贵 一般演的三千多块钱 所以三千多块钱 很多人都负担得起买来上班 兼运动锻炼 也是非常好的一个东西 那你是否支持在上海划船上班呢 欢迎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 Seg这篇训练 今 Scriptures nik mist 暴 6 ! 6 !